行政院长陈建仁率领行政团队 在新国会开议之前 拜会了蓝绿白三党团 国民党委员们连环开炮 直接批评附路旅游团禁团令 受到准总统赖清德的影响 而另外一头 民众党立委则是软硬兼施 不少立委对陈院长都相当的客气 那么绿白之间有合作的空间吗 民进党团释出善意 表示只要合法合规合限 对人民有利的话都赶快来合作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说 从台湾人民最大利益来思考 可以跟不同的政党合作 新国会上宫 行政院长陈建仁亲自到各党团拜会 国民党干部们各个笑呵呵 下一秒马上搬起脸来 印度的外劳就圈署了MOU 根本就是行政院在打脸自己 禁止团克赖清德副总统 在还没有就职以前 就把手伸进行政院要制造两岸的紧张 先礼后兵要陈建仁接招 做好相关的准备到立法院来的时候 能够给民众一个清楚的答案 25分钟的拜会 国民党团总招傅昆锡 就拿起三次麦克风下马威 陈建仁随后来到民众党团 又是一连串考题 做很多事的时候绝对不能跟北京一样 上面说了就算 请问禁团令的法律基础 到底是什么 蓝白齐轰把拜会当直循台 但在野阵营也不全都是大炮 温暖的大人哥 讲话很坦诚 文燦跟佩山还有 孟业秘书长都是很熟的朋友 既竞争也合作 绿内部也出现绿白和声浪 民进党团干部递出橄榄值 不管是绿白蓝白或是蓝绿 就议题的导向 跟各个政党合作 我们都非常的乐意 真的是争相恐后来合作吧 跟绿员合作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是不同的议题 可以跟不同的政党合作 不暂时铁板一块 抛下选举恩院新国会各党之间 保留合作空间 接下来女士们李明侯 红品林肖瑞山台报道